他玩具用的,我大概就是,该有执照的猎人啊,他是有执照的猎人 在东北那边就,大门是,搞一搞这个秘书 然后,来帮他,或者帮他雷克一下,这个是,这是真正出货力的东西 OK,现在翻新已经蛮丑了,但是整个手组已经,做完处理了,原来的油啊什么都全不需要 然后,刀体上的锈剂也全部都去掉了,它那个锈的话只是负一表面,因为它那个持人强度真的太大了 里边可能流了很多血啊之类的,然后整个刀面的锈补也完全配到,做一个半镜面的状态 现在还比较高,一会我再擦一下,这边锈补的结果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是整体的恢复,然后啊,螺丝也换成新的,之前螺丝扔掉,腰尖的螺丝也有两圈也换新的 然后,值得一提的就是它整个刀背,尤其是前端,它是特别能有的 然后,整个刀背也重新的打磨也行 OK,我现在就擦干净了 可以看到吧,整个这个橘纹,然后根据这个研磨之后,它受到的影响也并不是特别严重的 整体的美观性的影响也不是很大 我们不是特别细看的话,就看不出来的 所以很多人,它就非常的,担心这个事,担心这个视频现在这个橘纹在和西打磨的时候会怎样 现在这个样子可以差点看的话,有影响也有影响 就它这么暴力的使用的情况下,它的最终的修复结果还是可以接受的 咱们一般人是达不到它这个专业水平的使用程度 OK,整体结果完事了,然后再换上新的标记 这就是螺丝的银子,可以吧 可以吧 这是一部分,然后一个人再给它涂一点油 米卡塔非常吸油,居然在出厂的时候,一刀预先涂一层油的 咱们刚刚清洁把它油清洁掉了,一会再涂上去 今天居然的儿子在做最后出厂的上油处理 没把刀都上油处理 没把刀都上油 我在这个腰尖装上,再给大家送一个大伙伴 把大伙伴转上去 这个里外它还是有用的 我该齐活了 大伙伴就在后面,腰尖已经装好 来看这刀 刀的油也吸的差不多了 它这个米卡塔,预先上油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我们手啊,会有很多油脂出现 预先上油的话,它就像一块海底,它把油已经吸收掉了 然后它就不会吸收我手上的油脂 因为手上油脂其实比较脏 然后我们直接上一层油的话,会比较干净 所以送下去呢,它的所有刀出厂都会上油 这是为什么有人发现 诶,我这居然买,我这就黑了 那我就刷了一次就成了原色了 就刚刚那个原色 所以它一先上油了,你刷一下,把油也刷掉了 好,送到这个作品就在这儿吧 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拿到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形状就是 这个看也漂亮 好,再来看你,我看你公共的拆盘 发现我市场,大家看我的方法 就是了解,我需要闭嘴再来 你看 1997,2011,5011,5011,0011,5011 2011,60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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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000